这个男人拿着一把椅子 然后用白布盖在自己的头上 右脚碰三下地面 左脚再碰三下地面 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整个人随着椅子全部漂浮在半空之中 画面一转 另外一个男人被这个魔术给惊讶到了 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完全看不出任何破绽 等椅子重新落地后 男人拿下白布 然后自豪地对杰克说 这是他一生都引以为豪的魔术 名字叫飘移体验 杰克非常疑问 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完成的呢 肯定有机关 要么是绳索吊起来的 要么是有什么磁铁将椅子给悬浮起来的 但是魔术师告诉杰克 这些都不是 在椅子的周围什么也没有 但是究竟什么原因让椅子悬浮的呢 魔术师说给多少钱都不会说的 因为这是他上高档轮船的船票 为那些高贵的人表演的 杰克对魔术师说 你怎么拿这个做船票呢 你应该去拉斯维加斯表演 那样可以赚很多钱的 魔术师不为所动 他对杰克说 这个魔术是他自己设计的 杰克再次确认是你一个人完成设计的吗 魔术师非常肯定说是的 杰克觉得这样的神奇的魔术 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这是一件艺术品 你肯定会出名的 魔术师说 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更多的人看到 他明早就会坐上船 然后给船上的人表演 杰克这个时候提醒魔术师 你应该把这个魔术流传下去 如果哪一天你做的船沉没了 那么这个魔术就彻底消失了 很显然杰克想要学这个魔术 但是魔术师拿出一本册子 哪怕他去世了 这个魔术也不会消失 因为所有的设计图纸他都记录下来 就当魔术师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杰克对他说 他知道原理了 机关肯定就在这个折叠以上 但是魔术师并没有搭理杰克 就在魔术师准备去码头的时候 杰克忽然拿起酒 对魔术师说 你能否再表演一次 我可以给你再支付一次钱 也可以给你再喝一杯 看到酒的那一刻 魔术师还是嘴馋了 就答应再表演一次 但是这一次表演的时候 反转开始了 杰克在魔术师盖上白布的时候 一棍子将他打晕 鲜血也染红了白布 杰克想要检查椅子机关的时候 魔术师站了起来 杰克干脆一步做二步休 直接用绳子把他给控制住 但是绳子也是道具 根本绑不住人 然后魔术师就来到闸刀边 杰克非常快速地将魔术师给杀了 然后拿出那本册子 然后将里面的文字全部抄了一遍 九年之后 椅子漂浮魔术已经让杰克成为远近文明的大魔术师了 这天晚上一个记者过来拜访杰克 杰克还故意在桌子上摆放着自己的奖杯 而这个记者虽然也学了一些魔术的技巧 但是也无法逃脱杰克的法眼 记者不得不把刚刚偷走的戒指还给杰克 记者这次是来给杰克做独家采访的 这个时候记者也注意到房间都布满了摄像头 杰克解释这些都是防止小偷来偷取知识的 这个时候记者询问杰克为什么会对街头表演那么反感 杰克说那些都是小把戏 然后拿出一副扑克 让记者随意洗牌 然后抽取几张放在桌子上 杰克很轻易地说出中间的那一张是黑桃酒 杰克说这些都是小把戏 真正的魔术是找不到任何漏洞的 说着就拿出一个盒子 并介绍说 这是他爷爷在二战的时候 遇到一个神秘地穿着红色袍子的人 这个人明明已经在火海中被烧死了 但是爷爷却没有找到任何痕迹 连个尸体都没有 结果在地上找到了这个盒子 爷爷打开盒子发现了这些纸牌 每个纸牌上面都有一段名文 杰克让记者拿出一张牌放入盒子里 然后抽出五张放在桌子上 杰克翻开周围的四张牌 然后让记者自己打开中间的一张牌 那一张就是写着死亡的纸牌 杰克说死亡不可欺骗 这些话吓坏了记者 这个时候杰克忽然盖上盒子的盖子 对记者说 这些全部都是骗人的把戏 每一张牌都被魔术师做上了记号 他们可以看出每一张牌 而用那个盒子和一个传奇的故事 就可以轻松让人陷入到魔术师的误导里 很显然记者被刚才的魔术吓坏了 还没有缓过进来 这个时候记者询问一个问题 如果可以通过故事来误导观众 那么观众是否也可以通过故事来误导魔术师呢 这个问题很显然让杰克非常的迷惑 记者这个时候直接提出自己的要求 他想要做个魔术让杰克砍 魔术师让杰克在纸上写上一串数字 在写完数字后 记者看了一眼手机 然后让杰克去拿香蕉 等杰克回来后 记者拿出一把剃须刀 非常锋利地砍断了香蕉 证明这把刀是真的 这个时候杰克注意到一个细节 记者将刀放回口袋又拿了出来 然后在自己的手上切了下去 鲜血流了出来 记者将血染在纸上 然后纸上显露出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就是杰克刚才写的数字 很快杰克就识破了其中的伎俩 首先杰克猜测那支笔就有检测记录 然后传给手机 所以刚才记者查看了手机 然后等杰克去拿水果的时候 记者用蜡烛在纸上写上刚才的数字 而那把刀也是有两把刀 在记者放回口袋的时候 已经更换了一把刀 说着杰克就拿出真刀来 然后得意地放回去口袋里 这个时候记者嘴角露出一丝的笑语 记者非常佩服杰克的能力 说自己会继续学习的 但是这一切全部都在记者的设计之中 这个时候杰克忽然询问 你的这些魔术是谁教你的 记者说是自己的爷爷 前段时间一名律师找到他 带给他爷爷的遗物 在遗物里 说到一个本子会传给他 但是这本手册却不见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 杰克已经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了 就立马打发他离开 记者不愿意就这样离开 想让他打开保险柜 让他检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爷爷的手册 杰克当然不愿意让他打开 并说所有的魔术都是机密的 记者说你这个魔术的名字 和爷爷的魔术名字完全一样 证明这一切都是你偷取了爷爷的魔术 杰克知道不能再和他纠缠了 就让他离开 就在记者离开之后 杰克越想越不对劲 就在他想着如何应对这件事的时候 他的妻子打来了电话 妻子询问你为什么老是打我电话 杰克说他没有打电话 然后提醒妻子不要接任何电话 如果他要给妻子打电话 他会打视频电话的 妻子就挂了电话 这个时候杰克明白 不能让记者抓住把笔 所以他准备打开保险柜 然后毁灭证据 就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杰克想到不能让人看到 就关闭了监控系统 而且还把今天晚上和记者见面的内容给删除了 因为他害怕今天晚上的对话被人听到 杰克打开保险箱 然后拿出那些笔记 全部烧掉 第二天 就在杰克想要再练习一下漂浮椅子的时候 走近两个人 是英国的警察 他们是来告诉杰克他的妻子 昨天晚上被人谋杀了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杰克一点惊讶都没有 因为他一直在怀疑自己杀那个魔术师的事被揭发了 所以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需要他证明 昨天晚上在做什么的时候 杰克才发现完蛋了 昨天的视频被他删除了 更加可怕的发生了 有人举报他的保险箱里有作案工具 等杰克打开保险箱的时候 一切都完蛋了 这里就有一把血淋淋的剃须刀 一看到这把刀的时候 杰克全部想明白了 一开始偷戒指的时候 记者就已经调换了戒指 而记录他笔记的根本不是笔 而是戒指 所以昨天他打开保险箱的时候 戒指就已经把所有的记录 全部传给了门外的记者 而那把刀的指纹也是杰克自己染上去的 我的天 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在别人的算计之中 看来再厉害的骗子 也有被骗的那一天 最后一个问题 记者的身上一共有几把剃须刀